欢迎回来 那么前一段节目 我们已经深度的讨论了地震 跟火山爆发之间的关系 不过大家印象一定还很深刻 今年年初也就是1月3号的时候 花莲花莱海发生了规模6的地震 全台都有感 那么气象局其实他们也做过统计 我们来看一下 到2021年11月底的时候 也就是说过去32年来的 平均值到了2021年开始的时候 你看这个规模6到7的地震 是倍数成长 对不对 然后5到6的话 也是将将有两倍左右 然后4到5左右的 也都增加了非常的多 好 这样看起来的确 地震发生频率是变高了 请问老师地震频率变高 这有带来一些 我们应该要特别注意的警讯吗 是 这个气象局提供 就是很好的统计的资料 但是这个统计时期 它只是一个平均的代表 虽然去年或者最近的地震活动 比平均值高 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 但是还不至于到特别的高 它可能在标准偏差的附近的范围 是值得我们去注意说 为什么会比较多 但是还没有多到 值得好像就有预警说 未来会有大地震的这种可能性 是 所以我们等于是说 持续监测它就对了 但更要注意的是 龟山岛的部分 对不对 因为龟山岛这个火山 两座海底火山 如果喷发之后 可能造成的危害会是什么 我们比较担心的就是所谓的海啸 就像这一次东家群岛 龟山岛也是属于海底火山的 路出 龟山岛只是海底火山的 路出海面上的一点点的地形而已 但真正它的主体是在海水底下 所以如果这个火山 如果有活动或者喷发的话 它会扰动海水的这些物质的特性 所以有可能产生海啸 就像东家群岛那样 特别宜兰平均又非常的平坦 那是值得我们要去注意的 这个是宜兰平均的位置 那这里比较粗的一条线 勾勒出来就是 这个海拔五公尺高的等高线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么大一块的区域 它的海拔都低于五公尺高 意味着说说 如果这个龟山岛 如果万一火山喷发产生了海啸 只要有五公尺高的话 可能半个宜兰就会泡在海水里面 也许不至于造成很严重的灾害 但是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观众朋友也不用过度的惊慌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专家都有在做严密的监控 刚刚有讲说 日本专家也希望能够做喷发的预警 其实我们台湾也有在做 老师今天就有带了一个仪器 这个好像是一个地震仪吗 是不是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个就是不管是传统的地震活动 或者火山的监测 我们不外乌其中一个手段就是地震仪 地震仪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我手上拿的是一个非常 这个 这算天小型的 所谓的地动感测区 那它的原理其实是等于它放在地表上面 那当地有震动的时候 这个外壳跟黑色的中心轴会有相对运动 就像我如果拿痕的话 它就会有左右黄的 但是如果当这个震动很强烈的话 因为这个其实自己有磁场跟线圈的作用 当这个磁场的通量改变很大的时候 就产生电流 那我们透过电流就可以传输到 我们的记录中心 了解这个地震波的形式 或者它的政府的大小 那实际上这个是磁体的 我只要用力一点左右摇放的话 它就会产生电流 我手就会被有非常小 小量的电磁 那我已经被电了几百次 我心里有一点恐惧感 所以我通常拿起来都小心翼翼的 不太感动 马老师要试试看吗 我试试看 老师喜欢被电吗 没有 人家咬麻 我手麻的感觉 手麻 真的有麻的感觉 不过那个就是 就一点点而已 疏麻感 那有点像我们去做复健的时候 那种电疗 对不对 然后像这样子的一个地动感测器 通常就装在我们的大屯山 还有龟山岛 大概装了多少 在大屯山我们大概有几百个 就是我们就布着大油坑小一坑 我们现在其实明天我们同事 都还会去做布设跟收集资料 那龟山岛我们也是定期的 去做一些检验 然后这个都是几百个 好 另外一个经常被讨论的火山 那就是美国的黄石公园里面的 超级火山 纽约时报曾经有专闻讨论过 说黄石公园里面超级火山 如果爆发的话 有可能会杀死全球大约10%的人口 那么超级火山爆发的可能性 究竟有多少会不会是起人忧天呢 我们先看报道 美国黄石公园自然景观 状况迷人 每年至少吸引两百万名 来自全世界的游客 不过有他大学的地震学家 在黄石公园的超级火山底下 发现了巨大的岩浆库 若以3D透视图来看 橘色的部分是原来就已经知道的岩浆库 红色这一块则是科学家最新的发现 比上方这一层还要大上死杯 如果喷发 后果难以想象 如果它崖 sust了 它是组织较ях Alter PO 那 Knight 可能沿 поj settlers 比较海浆库 团队 zi一人 全种空的海湖 史上 轶� sober 这是三 Safari 专 Started 三 失之五 专ied 的 这ical 互宪 数人 那大概是3萬萬人 科學家用機器模擬 黃石公園超級火山爆發的情景 數百萬人和生物被火山灰掩埋死亡 比1980年聖海倫火山爆發時 噴出還要多1000倍的物質 對全球氣候造成巨大影響 不過要遇到超級火山爆發的機會 也不太高 雖然目前人類遇到超級火山爆發的機率 並不高 不過科學家也不敢完全保證 只能透過持續觀測底層岩漿的狀態 預防劇烈的災害發生 好 我們先來講一下黃石公園 它的身分地位的確很特殊 有多特殊 它是全球第一個國家公園 1978年的時候就已經列為世界自然遺產了 它有豐富的地熱資源 而且溫泉超過有1萬處 間歇泉至少有300個 那麼其實溫泉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成因 就是因為火山對不對 因為我們上次也特別介紹了所謂的岩漿庫 那麼岩漿庫之後 有點像把那個水加熱的原理嗎 好 我們請馬老師來告訴我們 黃石公園有哪些火山的旅遊看點 其實黃石國家公園 就如同剛剛主持人提到 它是世界上第一個國家公園 我們今天看到全世界 包括台灣有9座國家公園 其實源起都是來自於黃石 1978年世界自然遺產公布第一批保護的名單 它其實跟雖然不是第一個 可是它是第一批 跟厄瓜多加拉巴哥群島一樣 同時被列為自然遺產 當然就會成為大家來到美國 必來的一個地方 其實像去黃石國家公園 大部分人其實都選擇自駕車 因為這個地方真的有很多的景點 當然它是由火山 有非常多的一個火山地形所形成的 不管它的湖泊 甚至它的噴泉 溫泉 還有包括它的峽谷 其實都是可以看到非常重要的 一個地殼火山的運動 其中最有名的 當然就是剛剛提到的溫泉 這個地方有一個著名的溫泉 叫做大人淨溫泉 它其實寬大概80公尺左右 然後深度大概50公尺 其實現在有步道可以走在這上面 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到 紅塵 黃綠 藍電子 非常漂亮的一個景色 好像地球的眼睛在看著你 因為它是一大一角 有點大小眼的感覺 不過兩個你會發現 裡面都呈現非常漂亮燦爛的顏色 很多人很好奇 為什麼會產生這麼不同的顏色 所以它本身的礦物質 當然不是因為礦物質 所產生的色彩 而是因為在溫泉當中 也有很多的藻類 有很多的真菌在這個地方生活 也因為礦物質的不同 所以造成這些藻類 呈現出不同的顏色 尤其在陽光的一個照耀之下 能夠顯現出它特別的一個感覺 當然我們除了看大人淨的 這個所謂的溫泉色彩繽紛之外 其實這邊大家一定會不可錯過的 就是可以看到叫做老中石溫泉 這個噴泉大概一個半小時 90分鐘到80分鐘會噴一次 其實最好來到這個地方 因為很多人錯過的時間 不好意思 要等一個多小時 其實在旁邊 有一個也是百年歷史 大概是在1907年的時候 也在老中石溫泉 噴泉旁邊 興建全部用原木 興建的一個七層樓的建築 這個建築其實現在是一個飯店 這飯店要住一晚不是那麼容易 因為它大概只有半年的時間開 也就是在夏季的時候 然後到了冬季的時候這邊是封閉 因為太冷了 下雪 常常會造成很多的這樣子一個 意外的一個狀況 所以大概這半年時間 大家就瘋狂的要來這個地方 為什麼 坐在飯店的那個露台當中 你就可以豪爭雨霞 邊喝咖啡 邊看那個老中石溫泉 而且它很貼心 在飯店裡面就會告訴你 下一次噴發的時間是什麼時候 所以很多人就會在這邊 兼度假 兼來看黃石公園 最著名的老中石噴泉 聽起來很不錯 但是有關於黃石公園 如果是超級火山噴發 那可能就不好玩了 而且經常被很多的災難電影 拿來當作題材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看這個片段 這是經典的災難片 不知道觀眾朋友 還有沒有印象叫做2012 那麼當時特效當然現在看起來 是有點遜了 不過已經充分模擬了 黃石公園超級火山噴發 有可能會帶來怎麼樣的情景 好 當時看了很多人 都是感染心驚的 這雖然只是電影的特效 不過請問一下林博士 如果依照過去黃石公園 超級火山三次噴發的經驗來說的話 目前是不是真的已經到達 所謂的噴發邊緣了 是 如果我們只依靠過去三次的 這個噴發間隔來講 時間上面是值得我們去擔心的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第一次就是 大概210萬年前噴發 第二次大概130萬年前 第三次大概60萬年前 所以你如果看那個間隔 大概6 70萬年就會有一次噴發 所以上一次60萬 好像時間差不多 但是這只是根據有限的數據 我們去做很直線的所謂 我們會外查推估 當然這個只是做參考 真正會不會噴發 就回到我們一直提到的 就要去做監測 了解 但如果黃石公園的超級火山 真的噴發的話 據說影響是非常之大的對不對 而且好像說什麼 岩漿不見得會非常多 反而要注意的是火山灰 我們現在在地表上面 可以根據火山灰的覆蓋範圍 來評估 三次的噴發 小的火山灰覆蓋 大概有半個美國那麼大 大一點大概有三分之二的 美國的國土那麼大 所以你看美國這麼大一個國土 它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地方 被火山灰蓋住 你可以想像當時這個超級火山 噴發的規模會有多大 就像東家群島的火山噴發的狀況一樣 那個是小規模 也許五左右的火山 這所謂超級火山就是規模八 所以它的火山灰 一定足夠覆蓋整個平流層或大氣層的 然後會把空氣 就是陽光擋住 所以全球的植物 動物 生態 包括人類 會不會有所謂的生物滅絕 這個都是科學家在擔心 或者在考量的範圍之內 所以同樣也是在嚴密監控當中就是了 我們剛剛一直說的是火山對不對 不過下一段節目 我們就要來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同時間 具有火山跟冰川 讓可以譜出優美的冰與火之歌 真的有 馬上回來